车祸身亡的女子Derva Freelander 是一名布鲁克林的年轻艺术家 在事故发生地点布鲁克林布希威克大道 和Boram街的纪念集会上 与会者献上鲜花 集会到一半 两名卡车司机经过 与集会者互相叫嚣 卡车司机为自己辩护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每个行人 最后警方前来维持秩序 发生冲突的两名卡车司机 与撞到Freelander女士的司机 属同一家水泥混凝土公司 公司停车区域就位于事故发生街角 事故发生的Boram街 并不在市府规定的卡车行驶范围内 但市府允许卡车行驶于卸下物品的地方 或出发地 也就是公司位置的路段 纽约警局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目前还无法确定卡车司机是否违规 在此时 它就显示了 这次的自行车致死事故 是纽约市这周发生的第三起 也是今年来的第15起 相较去年的10起 今年自行车事故死亡率上升不少 交通权益组织敦促市府 能在街道设计与规划等措施上 多照顾到自行车骑士和行人的安全 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在此次车祸发生后 发声明表示 已指示纽约市警局启动一项重大执法行动 将涵盖全市所有区域 严厉打击 包括在自行车道上停车等等的危险驾驶行为 同时将制定新的自行车安全计划 新唐人记者王愈赫奥利福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